大家好,今天妮可带大家来看一个位于Ghana的一个楼盘 这个新社区它是可以卖给投资客户的 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因为在全人口地区 这个房屋的可受数量非常非常的少 很多新房都已经不卖给投资客了 但他们家还是可以卖给投资客的 当然它这个现在所剩的房源也不是太多了 那么这个小区全部都是独栋的房子 面积从2300尺到3900尺都有 那么根据你选的选择 比如说你要选两层的或者三层的 三房的或者五房六房的都有 大家先来跟我看看这个小区的环境吧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s a personal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beau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her daily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n this channel, you will find the city's natural beauty the shopping, the traveling,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a lot more in North Carolina go to YouTube and check this out 可以看一下小区还是不小的 总共有100多套房子 目前已经卖了很多了 现在剩下大概不到20套房子可以再说 那么它里面有主人房在一楼的这种 人区style的房子 也有两层的 它这个model home主人房在一楼的这种房子 后心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面积是在2500尺这样的 地块的话它基本上在2个echer左右 进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foil 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房间 房间的窗很大也很多 这个房间面积大小也还是不错的 里面是两个closet 好我们来看这个卫生间 这个是一个全卫嘛 因为它有一个房间的 这里还带来一个link closet 和毛巾啊什么之类的 往里面走进来呢是客厅的位置 左手边是一个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空间也还蛮宽敞的不小 客厅有三扇大窗 再往这边走呢是一个厨房的区域和早餐厅的区域 因为它没有正式的dining room 这块地方其实也是蛮宽敞的 你可以把它作为正餐厅来使用的啊 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倒台 水斗呢是在靠窗的地方 所以呢你洗洗东西啊什么都挺亮堂的很好 很多的这个储存的空间啊 抽屉啊柜子啊 这边早餐厅还有这样两扇采光的窗很棒 功能区分还是相当的完善啊 好那外面呢它做了一个screen pouch 这个screen pouch呢不是很大 但是也蛮精致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主人房这个区域 它这里呢比较好的是做了一个过渡啊 不是直接人房的母人就在边上 这里呢还有一个link closet 好我们看看这个主人房 它等于说这个房子的面积是2500尺 做成了这个四房啊 楼下有一个房间再加一个主人房 看看它的closet closet也不算太小啊 好我们最后看看主位 主人房的卫生间 标准的一个双台棚 做了一个很大的walking shower 淋浴房啊特别大 觉得挺好的做的 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toilet的位置 好我们接下来上二楼去看一看 二楼它是两个房间加一个loft 面积虽然说只有2500尺 但是房间也蛮多的 大家看看这个loft 很大的这个loft 不小啊 住在楼下家里面有小孩子啊 第三代过来啊 他们可以住在这个二楼 那这边就是两个房间 加一个卫生间 那么来看看这两个房间 这两个房间还挺大的 比下面一楼那个小房间好像不小 感觉还大一点 它是两个这样的开门的衣帽间 很多的储存空间啊 放了一个full size 这里面是一个布鲁士的衣帽间 这个loft还有一个很大的储藏 甚至这个门后面 特别大的一个closet 这个可以放好多东西啊 好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loft 它这个户型结构啊 就是空间利用非常合理 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东西我感觉 好的 这个户型呢就给大家拍摄完毕了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社区的地理位置 这个社区呢是位于Ghana 它离亚马逊新建的一个仓库非常的近啊 这边呢其实工作机会啊 你如果出租的话 也是有不少这样客户群体的 另外呢它离这个rolley的downtown很近 不到10分钟的车程 而且它这个周边啊 有两个很大的一个公园 自然环境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离购物中心大概也只有一个mine的距离 学区啊可能就相对要差一些 一般吧不算很好 但是也不算非常差的 如果说对不追求学区的住户 或者说是对于出租给这种美国当地人的话 这个不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像这种新房出租呢 你就会比较省心啊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这个维修的问题啊 像这个楼盘它的这个销售呢 是给你订好了户型 订好了D块订好了内装修 那么像这个户型呢 只剩一套可以卖了这个小区里面 是位于18号的D块 估计在57-8万这样的上下啊 那么它这个户型呢 可能会在3月份release 这个社区的HOA呢是70块钱一个月 它离周边的一个YMCA非常的近啊 大概可能几分钟车程就到了 而且呢离这个周边的购物广场也非常的近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两层的户型啊 有2300尺啊2500尺啊 3000尺左右的都有 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在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